曹操果真是汉贼 曹操史书记载中称曹操为汉贼的是东吴周瑜 曹操亲领大军南征东吴 即赤笔之战发生前夕 孙权与东吴大臣们讨论如何抗拒曹操之事说出 其他记载中要么称曹公或者曹操 著名的龙中队也称曹操并非汉贼曹操 于曰 不然 曹虽脱名汉象 其实汉贼也 三国制周瑜东吴仁周瑜称曹操为汉贼 当然有其目的 东吴和曹操势力是对立的 所以贬低曹操为汉贼 无可厚非 但其他阵营或者中立者 未必称曹操为汉贼 处在不同立场 肯定有不同见解 曹操是不是汉贼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吧 寻玉出身世家大族寻玉 寻玉出身于颖川寻世 寻子之后 其祖父为寻书 顺 环帝期间知名当事 号为神君 顺帝时太尉离故 和有天下楷模之称的 八郡之首理应是他的学生 有八子 使人称之为八龙 父亲寻滚曾任吉南相 叔父寻爽曾任司空 寻玉在父亲寻滚的安排下 娶了中常是唐衡女儿 唐衡是环帝时期 诸灭外戚大将军良绩的武侯之一 奉为汝阳侯 其弟唐真为官至司空 其兄唐炫为官至经兆业 因为寻玉年少时有才名 才得以免被人讥笑 南阳明氏何勇见到寻玉 大魏惊一探道 王左之才也 刘备四处奔波刘备 刘备大于寻玉二岁 公元184年讨传黄金军契 开始奔波于东南西北 中平三年年被封为安息卫 不久独打都游而器官逃命 之后跟随母丘一道丹阳木兵途中 在下批斩杀盗贼有功 而被任命为下批城 又不知什么原因辞官 之后担任过高堂卫 高堂令 不久高堂县被盗贼攻破 投奔公孙赞 拜卫别不司马 出平二年 刘备与青州刺史田凯 一起对抗季周母元上 刘备因功嵌生为 弑守平原献献令 后领平原国下 孔容卖草邪出身的一介草名刘备 在诸侯并历的东汉末年 只能算是一位不起眼的小角色 如北海乡孔容被贼寇为功 派遣太史辞求救于平原乡刘备时 刘备惊地说 孔北海乃复至天下有刘备邪 还有袁术邪信给吕布什后 说到 数生年以来 不闻天下有刘备 当时 刘备东奔西走 倪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 还投靠固有公孙赞 寄人篱下 别说照顾别人 连自己生计也顾不好 门第观念极深的东汉末年 出身士族 大家的寻遇不可能 投奔连自己个都照顾不好的刘备 或者根本瞧不上草名刘备 如原树一样 根本不知道还有刘备此人 寻遇投奔曹操董卓中平六年 被剑据为校帘 人抗赴县令 董卓作乱时 器官回到家乡 当时董卓携天子号令天下 世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巡域认为颖川处于四战之地 将遭受战乱 不是九流之地 于是带领宗族迁至激州避难 此时 袁绍从韩复手中夺去激州 以上宾之力对待巡域 但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巡域认为 少不一之雄尔 能居人而不能用 总不能成大事 出品二年 抄袁绍鱿鱿 投奔曹操 袁绍为什么离开当时实力更强大的袁绍 而投靠相对实力弱的曹操呢 从当时世人们的评价中 灰剑一般 鬼才 国家曾经也服务于袁绍 他认为袁公图玉校周公之下事 而为之用人之机 多端寡药 好谋无绝 而离开袁绍 套发董卓的关东军 十二路诸侯之一的吉北相报信 目睹袁绍胁迫韩复 夺去激州之史 说道 袁绍为盟主 因权夺利 将滋生乱 是富有益着也 报信相反是人对曹操的评价相当高 太尉乔玄曾对曹操说道 天下将乱 非命是之才不能计业 能安之者 其在君乎 南阳明是何勇也曾说过 还是将亡 安天下者 必此人也 陈留富豪为资 见到触道陈留的曹操就说 平天下者 必此人也 这句话就是当时投奔曹操的人们想法 驾至曹操起兵之前 在洛阳当北部位时候 不畏强权傍杀 当朝皇帝红人简说之书 任职济南相的时候 整顿官场风气 罢免管辖内十余个县令中的八个人等行为 深得人心 所以巡羽也同大不仁当时世人 持有相同想法而投奔曹操 总结公元191年 诸侯势力图当时 天下大乱 百姓遭殃生灵涂炭 一心匡扶汉事的巡羽 急于解救国家的危难 但时运艰难 非命是之才 就没有能力挽救东汉王朝 回看当时的诸侯们 董卓 曹操 袁绍 刘表 孔容等等 巡羽不可能投奔反贼董卓 敗弱的刘表 不能成就大事的袁绍 控有虚名的孔容 其他元术 公孙赞等诸侯们能力上远不如袁绍 所以不是考虑对象 更不能投奔连根据地也没有的刘备 心系急于救国的巡羽来说 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 加上当时曹操很理智地控制自己 未露出狼子野心 此种情况下 巡羽投奔曹操是最佳选择